中国出台优化防御措施 当局自相矛盾 中国严格的清零防御政策 导致财政危机难以为继 可又担心公开放弃清零损害权威 于是在近日出台了微调放松防御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北京当局自相矛盾 有要向地方甩锅的意图 11月10日周四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称 要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御工作 次日中国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确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 宣布了进一步优化防御工作的20条措施 其中包括取消中风险4密集 取消路径航班熔断 并将登机前48小时内显示核酸阴性证明两次 调整为一次 还有对密切接触者 将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 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 其间赋马管理不得外出等 措施还提到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 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同时纠正一天两减 一天三减等做法 并说要纠正简单化 一刀切 层层加码等方式 松绑防御消息放出后 陆港股市当日开盘大涨 午后港股横子一路飙升1244点 收涨7.74%至17325.66点 成交额达1825.9亿港元 日增一倍 A股收涨1.69%至3087.3点 成交额暴增资人民币1.2万亿元 而会市同样急涨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双双升破7.1关口 在岸价盘中一度升破7.08元至7.0743 飙升预1700几点 搜报7.1106 离岸价乘升破7.06 晚间80报7.1039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此还特别强调 新措施是充分认识 优化调整防控 而非放松 更不是放开躺平 现在广州等城市已立即跟进 从即日起调整密切接触者和路径人员的隔离限期 不再甄别密接者的密接 澳门也宣布自12日起 所有有台湾、香港或海外入境澳门的旅客 隔离有7加3 改为5加3 旅澳的原首都私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 对海外媒体表示 中国当局这是没钱了 不改不行 所以才有打自己脸的这么一个做法 独立媒体评论员吴特认为 这份通知说了许多要放松管理的措施 但仍要坚持动态清零 要求外界不要解读为放开 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及财政状况 确实让原有的清零政策难以为继 然而当局又担心公开放弃清零 会被解读为承认自己之前的政策错了 损害说依不爱的权威 因此才会搞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对于要纠正、层层加码、一刀切 吕彦华认为这等于把责任推给了地方 表示中央没这么规定 而是地方在层层加码 他进一步解释 事实上省级是按照中央的 各个地区都是按照审理的 没有一个底层的人可以决定那些事情 现在把责任全面推给地方 甚至到最后要推给居委会 不排除以后北京会抛出一批人来平息名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